熊迪汪 嗨大家好,我是芝亞 這個單元呢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在processing裡面讀取影像 我們看一下这些經典遊戲 它這個開場的影片啊 還有一些過場的動畫 其實這些都是先把這些影像 先預錄好了或是先製作好了 再丟到程式码里面 请这个程式码读取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会教大家怎么透过Processing 然后用哪些指令 把这个影片读出来并且播放 除此之外呢 还会教大家这个 你看我们的电脑镜头上面 不是都有一个 你要说我们的电脑上面 不是都有一个镜头吗 这个摄像镜头啊 我们可以称它为Webcom 那这个它会抓我们这个 即时的影像 我们这个单元还会教大家 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即时影像 做一些很有趣的效果哦 所以这个单元分成四个目标 第一个呢 就跟上一个13章的这个音乐一样 我们一样呢 会透过一个Library 来处理我们影像的东西 那这边我们汇入的Library 叫做Video Library 第二个呢 会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Library 里面有些指令 像是播放啊 或是我们可以去 读取影片的时长等等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怎么把这个影片呢 做一些风格化处理 看起来就是有一套一些特效这样 最后一个就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个摄像头 读一些即时的影像 在这些即时的影像做处理 那我们就赶快看下去吧 那播放影片跟播放图片一样 我们都需要先下载一个 Video的这个韩式库 那下载方式呢 跟之前一样 打开这个Sketch 或是中文是速写本 然后引用库文件里面 有一个添加文件 在搜寻这个地方呢 打上Video 我们来看到这一个 Video GStreamer's Best Video Library for Processing的 这个Foundation 然后按这个Install呢 它就开始安装了 好 那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 就是使用里面的韩式 好呢 安装完我们的Library以后呢 到这个文件 也就是File里面 打开我们的Example 范例程式 在这边我们就会发现 多了这个Video的范例程式嘛 好 那它分成两个资料夹 一个是Capture 一个是Movie 这分别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两大重点嘛 Capture呢 就是会透过我们电脑的摄像镜头 去捕捉我们即时的画面 再根据这个即时的画面 有一些玩法啦 里面有一些Example 大家可以点开来试试看 那Movie呢 就是我们现在第一节要介绍的 关于影像的操作 那我们就先从基本的程式码开始介绍 然后我们再逐利的 就是介绍一些比较经典的例子 好 那这个Processing Video Library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上映中 你的Mini Library学的不错的话 那我想这个Video Library 你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因为这两个概念啊 其实是蛮相似的 那个程式的结构也差不多 那我们来介绍 从头介绍一下 这个Video Library该怎么使用吧 在程式的一开头呢 我们要记得把这个Library import进来 所以我们import这个空间名称呢 叫做Processing.video 那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韩式窟都引入进来 所以后面就一个点米字号 跟上周的Mini是一样的 这边就稍微复习一下 那我们有这个米字号之后呢 接下来的Video里面所有的韩式呢 你都可以使用 我们今天第一节呢 要介绍的是Movie这样的类别 我们会使用 我们会使用就是把影片汇入进来 并且播放或是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我们要使用这个类别的话呢 就必须先把它建构出来 所以我们会就是有一个资料形态先宣告它 并且就是去我们的MyMovie 当作我们物件的名称 接着进到CDR里面 我们必须在这个物件里面 塞入我们想播放的影片嘛 那这边会透过NewMovie这样的建构式呢 来把影片放到我们的MyMovie里面 这个建构式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List 后面那一个呢就是影片的路径 那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觉得蛮熟悉的 跟上周我们教的Mini很相似 第一个List呢 它指的是我们现在正在编写的这份Sketch档案 那第二个这个opening.mp4 就是我们要播放影像 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正在撰写的档案 以及要播放影像做了一个连结 好透过这个建构式呢 现在影片已经存到我们的MyMovie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试着把这个影片给播放出来 好的 那这边我们会介绍的方法呢 是MyMovie.play.guahu 接着我介绍一下它该怎么使用 MyMovie.play.guahu呢 它会让我们这个Postencing知道要把我们的影片给播放出来 可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影片它我们去想一下影片再把它更分解更细一点 它其实是有好多张图片 嗯 快速的连续播放 那透过视觉战流 形成这个会动的影像 好那这样子来说 影片的本体其实是一张一张的图片对吧 好所以其实MyMovie里面呢 它存的是很多张很多张的图片 接着我们会透过Drawl 把这一张一张的图片用Image来显示在画面上 可是当我们去把每一个影格 就是图片读入进来的时候 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嗯不见得说我们每跑的制作 就是每跑的一个Friend 我们的图片就可以刚好完整的读进来 所以这边呢我们会介绍一个防呆状 就是防呆机制 我们会先去确认说 现在的图片是否已经完整的读入进来了 读取完毕以后呢 我们就会透过Read的把它读出来 好那这个防呆机制 第一个呢是放在我们的Draw里面的 它是透过一个很简易的If 然后搭配我们MyMovie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Affailable 当我们MyMovie它是可被取用的 就代表说我们图片呢已经汇入完整了 那这个时候它Affailable出来的值呢 就会是True 于是我们这个判断是成立的话呢 就会进到下一步走 让我们MyMovie把这个图片给读取出来 就一个点Read 好那我们把这个图片资讯完整的读取出来之后呢 现在我们这个MyMovie呢 它代表的就是一张图片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图片 透过Image指定到想要的位置 以及设定它的大小 好没问题的话呢 这是第一种防呆机制 我现在要介绍第二个 也是我比较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用法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Foid 然后空格MovieEvent刮户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Foid呢 就知道它是一个韩式 那这个东西呢 它的功用呢 是可以去监听现在的图片 它汇入完整了没 如果汇入完整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呼叫买Movie.read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啊 那因为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这个韩式呢 它势必是写在Draw以外 对吧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Draw呢 它其实很简洁 它就是一个Image 然后把我们的图片印出来 什么时候有这个图片可以印出来 就是当我们这个MyMovie.read的时候 MyMovie.read呢 是当我们图片汇入完成的时候 这个Movie.read它会自动去呼叫的 所以有一个小帮手在旁边帮你 是不是还蛮好的 就是我们就把它写在Draw以外 不用写在桌里面 好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有这两种防待装置 来确保我们的Movie.read每个影格都读入进来 那接着就可以用Image的方式呢 读取每一张图片 透过不断刷新图片 制作出影片的效果 那原理介绍完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基本的影片操作 像是循环播放啦 改变速度 播放时长 以及跳跃播放 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例子 循环播放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执行出来的结果 可以看到画面上先是一张黄色的太阳吧 那下一张呢 总变成这个红色 火红的那个样子 接着下一张又回到黄色的太阳 那这一段影片呢 就会不停的在这个黄色红色之间切换 也就是它是重复播放 那这样子该就是这样子简易的重复播放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刚刚教的程式码 好 因为刚刚我们都看片段程式码 所以我快速的带过一下整体程式码会长怎么样子 impro一下那个韩式库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宣告Movie set到里面呢 把我们想要读的这个Movie汇入进来 接着 这个要play的地方我们改成loop 就是说我现在要重复反复的播放 好 下面有个防待机制 它可以去确保说 我们现在图片影格已经完整读入了 那下面这个地方呢 坐这里 它就会去把完整读入的图片呢 显示在我们想要的位置 以及这个设定我们的宽高 好 反复播放的程式码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改变速度 速度的程式码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前面这边都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地方在座里面 我们会宣告一个new speed 这个speed它是借在 好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map值 那个第一个参数是丢我们滑鼠x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滑鼠x 它在这个左右宽子中的哪一个位置 去换算出我的速度 你看到最左号是0.1 最右会是2 去换算出我现在影片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地方一个关键程式码 我们改变速度呢 就会通过movie.speed 在这个里面呢放入数值 float的数值呢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影片速度啦 看我们往右呢速度就会变很快 影片就会转比较快 那往左呢速度就会变很慢 好所以速度的那个方法蛮简单 就是一个点speed里面放数字 好那第三个播放时间 以及第四个跳跃播放 我就用同一个范例来解释 那我们先说明一下 播放时间它的duration 代表的是影片的总长度 那time的话呢 它是现在播放到的时间 接着这个第四个跳跃播放的jump 是你想要跳跃到任何一个时间点播放 我们就可以使用的 这jump刮壶里面呢 摆的就是时间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第三个播放时间 读取到时间呢 丢到jump里面 这样子影片就会跳到 你想要的那个位置啦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是怎么使用的 那范例这部分呢 我使用这个example里面的scritch 我们可以看到在sedar里面这边呢 除了movie.play以外呢 还有一个movie.jump 0 意思就是说这影片是从0开始的 还有这个movie.pause 就是要让这个影片先是暂停的状态 好那进到这个桌里面以后呢 我们会来看一下有哪些大家还没有看过的哦 好第一个这个f呢 它代表是0到宽 0到1 然后mouse x 这个很熟悉 所以我们先来执行一下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是去抓取mouse x这个坐标 那跟整个荧幕宽呢 去做比例换算 影片呢就会依照这个比例 将它跳转到对应的时间点播放 好 那这个比例换算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哦 movie.duration呢 是整个影片长 那乘上这个比例以后呢 就可以换算出对应时间点 那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jump带入这个秒数 它就可以跳到我们想要的时间点啦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吧 有没有是大家很熟悉的片头动画呢 但是画面上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幕怪怪的 而是我特别做一个马赛克的风格处理 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写一个程式 然后我们这边放的是自己的影片 所以有一个点我想要补充一下 这个影片啊其实是放在一个data的资料夹里面 因为这边路径没写 所以想再来额外提醒大家一下 跟我们上次命名的用法是一样的哦 好那我们要做马赛克风格处理之前呢 想先跟大家回顾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这个影片呢 是有好多张图片连续播放而成的吧 所以我们之前有教过图片的风格处理 影片的风格处理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我们图片会不停的换而已 那我们要做这个马赛克风格处理呢 只有三个大步走就好了 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好 我们总共有多少个马赛克砖吧 那这个我们换算方式呢 首先要先知道马赛克砖的宽跟高是多少 就是它的这个尺寸啦 这边我设定是10 接着呢我们用这个画布宽跟高呢 分别算出我们宽跟高 就是总共要布满几个砖块 那我们马赛克其实就是 去读取画布中的色彩值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色块 去盖上本来比较充满细节的图片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好多笔这个颜色嘛 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个阵列来储存 这阵列有多长呢 就要取取我们多少个马赛克砖咯 就用我们刚刚换算出来的这个宽跟高 总共有几块 然后去做这个乘号得出答案 好的之类的这个所有的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储存空间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读取每一张图片 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分布 好的在我们确定好这张图片完全汇入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读取图片颜色的行为啦 那读取的方式呢 跟前几张招的是一样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透过两个缝回圈 就是潮状回圈呢 去得知说 这个去依序得知说 这个我们马赛克砖的色彩要拿到多少 是拿到哪个颜色 并把这颜色呢 存到我们刚刚宣告好的阵列里面 好那每一个颜色都存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颜色做成色块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区块 做成色块贴盖到本来的图片上面 那这做色块一样是一个二维的 就是二维的潮状回圈 把颜色呢 变成一个方块并贴回本来的位置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这个图片马赛克的效果 那不停的更换图片呢 就是一个马赛克的影片啦 好那我们第一节的movie 这个一些方法呢 就介绍到这边 再见 再见